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呢有极限 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 活八十九十 你活不了二百三百 对吧 说我能喝酒 你喝一斤二斤 你喝不了十二斤 东西 它得有个适度 爱它也好 用它也好 到一定时候 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 叫爱喝失重 爱喝失重 这是春秋战国时候 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 魏国那个国王 魏夷公 这个夷公呢 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就喜欢仙鹤 按说仙鹤 现在我们把它视为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喜欢仙鹤没什么 可是他喜欢有点过火了 他一见这个仙鹤就高兴 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 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 有很多人呢 就给他献鹤呀 把这鹤一送来 只要这个魏夷公 一看见鹤好 高兴 宋鹤的人就封官 有的就封宋鹤将军 有的就封他宋鹤大夫 这么一来 有的这个老百姓就明白了 说不用学知识 学本领 学文化 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 他找了一只好鹤 宋的那些国王一高兴 你就来一官 你就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 这个魏夷公呢 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 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 这个大鹤笼子里边 大概把它分出党级来 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 单独掉出来 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 甚至有的那个笼子 用金丝给它织上 有的时候这魏夷公吃饭 跟鹤一块吃 鹤在那边吃食喝水 他在这边吃饭 有的时候他出行了 坐着车 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 带着一圈 全都是鹤笼子 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 他慢慢一走啊 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呢 这个魏夷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 你想着全国的老百姓 包括朝中的大臣 这都有意见 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齐子 就向魏夷公觐见 说是大王啊 您可不能这样啊 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 这倒没有别的 您老百姓得管啊 国家的建设正是您得过问啊 因鹤而施政 这不对的 但是魏夷公啊 不听着 怎么着 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 于是那个石齐子一看 尽见无效 没办法 只好自个偷偷的走了 不光他走了 就连魏夷公他的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为什么呀 他那亲哥看出来了 这国家要玩 你说那国王的整天跟这鹤玩命 别的事都不管 将来他还好得了吗 就因为这样 魏夷公呢 照旧天天耗他的鹤 老百姓怨声载道 于是这个国家正式军事方方面面 全都衰退了 您可要知道 在春秋战国时期 百里威王经常发生战争 有这么一个敌国 这个敌国呢 他想要灭齐国 要灭齐国必须要路径这魏国 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 先把这魏国给他命 这天突然间新兵犯惊 人马队伍一本魏国来 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魏夷公禀报 向他禀报的时候 这魏夷公正要出行 坐在车上 把鹤笼子都挂上了 人一禀报 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 魏夷公说马上派兵抵挡 说派兵抵挡 那边就点队伍 这一点队伍啊 这队伍没点齐 为什么 有不少开小车的 都跑了 回来向魏夷公一禀报 魏夷公一停 怎么都跑了呢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 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 我去了不大会的功夫 抓回几个来 抓回几个逃兵 带到车前 往这一跪 魏夷公就问他们 说你们跑什么 这些逃兵就说了 说大王 那个我们不跑 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 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 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 现在敌军犯境 正是你们卫国尽忠之时 哎呦大王 用不着我们卫国尽忠啊 你养了那么多的鹤 您可以把鹤撒住下 人家的鹤拿嘴牵他们 拿翅膀子扇他们 拿爪子蹬他们 把敌军就都退了 魏夷公一听 那鹤能退敌军吗 是啊 鹤不能退敌军 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 魏夷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 是因为他喜好这鹤呀 把广大的群众 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 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 所以这就是爱鹤失众 这么一个名词 这个成语就说明 你喜好什么东西 要适度 不能过火 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 说到这鹤了 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 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 大家都应该喜欢它 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 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 只要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 这天呢 上一个水塘里边 他去打鱼去 他那么正打着鱼呢 这水塘里边又有鹤 又有野鸭子 很多野生动物 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 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 那种什么生物都有 这个人打完了鱼 他一看这鹤 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 再从那野鸭子 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 他忽然发生了想法 他那鹤的腿怎么那么长 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 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补短 这岂不是很好吗 能不能行呢 他想起来了 他在家里边种花 可以嫁接 我试试 于是这位啊 就抓了一只鹤 带了一只野鸭子 回了家了 回到家里之后 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 他先是把这鹤腿 从当中剪下一截来 然后把那野鸭子那个腿 给弄断 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 拿布缠上 给他还上点药 接着呢 把这鹤腿剪掉那块 两头给他揭一块 再也拿布缠上 再也给上点药 整天在家里边 他就吵着这俩动物 他以为这么像一只花草的一样 还能活 结果没用多久 这鹤也死了 野鸭子也完了 据说后来这庄子 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 气得够呛 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 这就叫不实事物啊 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出来那么接吗 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了吗 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伏 伏呢就是野鸭子 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成野鸭子那个腿上去 这是不行的 他告诫人们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好 这一期大话成语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再见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